这家美发店叫美丽你的头 2018年开始 陈先生成了店里的常客 今年6月份 店里搞活动 他参加了 签合同 说是要交一笔押金12800 就是说一年做满40次 它可以退给你的一群人送用 这份年卡赠送协议显示 消费者缴纳12800年卡成一金 有效期一年 约定享受私人定制肾护理40次 护理满40次 可退还成一金 缺席一次 将扣除成一金的10% 陈先生说 当天他还签了面部护理协议 交了5980元 中间是有个小差距 当时我只要我冲了这个钱 那个美容是说可以做我女朋友 后来我交了钱之后 他们就不承认了 说只是陪我吃饭 营业执照上 这家店的工商注册名叫 杭州林安私建群美容美发店 核准日期是今年7月份 也就是说陈先生签协议时 证照还没有办出来 美发店李经理解释 这家店之前的工商注册名叫 林安私建群美容美发店建设的建 也就是协议上盖章的名字 但陈先生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到 这个注册名在2019年11月份就注销了 对此李经理又解释 今年年初把店转让出去过 6月份刚接手回来 就我们盖章的时候不知道我们的营业执照已经注销了 其实已经注销了 那所以我也是认了 就是我们这个合同无效嘛 那么我说作为我老板 为什么当时你跟我退款我不同意退 我说你作为一个合法的公民 你用在我们店里买套盒这个事情来威胁我们店里的美容师 要陪你去睡觉 这个是很 我没有威胁人家 他是那个就是说他他刚开始就跟我说 他没有男朋友没有结婚 他有那个家庭的但是他一直骗我说是未婚 聊天记录显示美容是说吃饭可以的 但陈先生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 李经理表示那名美容师有家庭目前已经辞职了 陈先生强调两年来 自己是因为想追到那名美容师才陆续充值2万多的 现在购买的部分项目没有用 加起来有7000多 他希望退回 李经理回复 近2万元的年卡成已经可以退 其他购买项目虽然没做完 但护理套盒已经拆了 不可能按照次数扣除 原有消费的 那么除去工资成本以外 我们愿意就折算出来是487 那我们愿意补偿到1000 这是我最大的信额 他说他有很多律师朋友愿意打官司 就是我很认同国家给我判的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也曾介入过双方的这起纠纷 我们根据消费者提供的这个 从贝斯坊那里购买这个产品 他那个产品的就是说 外包装盒是没有了 但是产品那个自带的那个外标签上面是没有这个中文标签的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情况呢 也进行了一个力量查出 产品呢 我们已经扣押了 徐所长表示 退款问题接下来会再次组织调解 陈先生愿意再等等 腰宝黄剑记者报道